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23年 9月17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中共 在今年的4月 發起這個學習習近平思想的運動 他們 強迫很多的 中資機構 幾乎所有的國企 全部 都要參與這個學習習近平思想運動 他們 將這個 三分一的時間 用來學習 而且 不單止是這樣 每個月 最少要看四本 習近平思想的著作 因為習近平出了幾十本書 現在限他們 短時間內看完 總之每個月最少看四本 這件事 基本上是使得那些 內地的國企 大型的國企 事業單位 全部都 苦不堪而 不只是公務員 原來你在大陸做國企 也是要 學習習近平思想 這個學習習近平思想運動 涵蓋了 很多的行業 包括金融業 IT 最近 他們甚至乎已經要強迫到一些 外資 都要一起學習 最新的消息 就是 以這個貝萊德集團 這些全世界最大的基金 還有高盛 摩根士丹利 甚至乎 是Elon Musk Tesla等等 這些企業 全部 都要學習習近平思想 在中共修訂這個反間諜法之後 這些外資企業家披露 他們 基本上會跟中共官員交往 就被這些 官員用習近平的語錄訓斥 然後 好像要考他們那樣 你們讀了多少 習近平主席的著作 我們的主席 那些思想 你讀成怎樣 彭博 在8月8日曾經報導過 習近平思想 正成為中國各地銀行家和商人不可避免的話題 好了 這個意識形態的課程 成為所有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員工的強制性要求 每個人都要讀 不讀的 基本上你也不用只要做主管 好了 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貝萊德 這些跨國公司 其實 亦都是被強制的 強迫他們參加有關講座 即是說 聯絡聽 不聽不行 中國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 中金公司 也一樣 他們 幾乎是要花很多精力時間 去學習習近平思想 當局對他們學習的進度是很不滿意的 因為原來是要考試 他們會有人去辣耕 去考慮 你這個不合格 你這個不過關 現在他們 好像重新要讀一次書 重新畢業 由去年年底 國有交通銀行每個月 都會舉辦一個學習習近平的會議 也補充每位與會者 被要求分享他們的理解 並評估這個可能對金融業產生的影響 真是糟糕 所有人 好像以前 讀書那樣 要寫一篇讀後報告 讀完習近平思想之後 你有甚麼意見 對於金融業的理解 如何 希望透過習近平思想 去影響你 正面 幫助 北京有一家國有的能源公司 他們的員工表示 越來越多時間 被迫花在接受 培訓上 一個 匿名的員工就說 這類會議 通常以習近平最新講話為中心 在偏僻的設施之中舉行 他們開新會 手機是會被沒收的 迫使他們 基本上 開會的時候 上學習班 是不會有機會同事聯絡到他們的 即是說 你是處於一個失聯狀態 人家 正在開工 正在做事 很多緊急的事 例如能源公司 例如開礦 例如工程 隨時有機會有甚麼延誤 你要他們學習習近平思想 很多時候出事 真的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知情人士透露 銀行的高管 以及業務負責人 即是高級的 越高級的 每個月 一定要用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 來學習習近平思想 這個是工作時間 8個小時 8個小時 起碼有兩個多小時 要用來學習習近平思想 參加活動 以及課程 最少 一個月要閱讀四本習近平的著作 今年已經去到強制性 還有 學完之後要投交這個論文 怎麼論呢 今年4月 學習近平思想這場運動 以主題教育的名義 在5月22日 主管意識形態的蔡奇 強調 要推動習近平思想 入腦 入心 入魂 現在開始的發酵很大 官方高壓的政策之下 很多企業 請學者為員工授課 學習習思想 他們想藉由積極舉行這類學習活動 展示他們對中共的忠誠 對習近平的忠誠 在政府操控之下 他們這些企業可以存在 當然私人企業當然不敢不學 也是老總 每個人都要花時間 好像以前 他們 賣錢出來 去學的 NBA課程 以前NBA課程主要是認識人拍卡片 現在不是 要拿錢出來 請人教他們習近平思想 好了 這次是嚴重了 因為還要寫論文 很多時候 論文 可以由 請你這些黨棍 去寫 給錢就行了 好了 現在 他們說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當局怕他們 學習出現問題 怕他們出貓 現在 有時會突擊測驗 我聽到這件事 你聽到是不是瘋了 突擊測驗 例如今年以來 中國工商銀行 光明食品集團等企業 已經派員去上海 一大紀念館聽課 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也舉辦了意識形態的讀書班 人民日報5月3日報導 中國的管理企業 金融企業也展開學習班 學習習近平思想的活動 其中中人壽集團 說要確保主題教育組織到位 人員到位 工作到位 責任到位 做現在的高層 全部要用很長時間去讀書 要去讀習近平思想 雖然企業高層配合了中共當局推出種種的學習方法 但是很多企業人士私底下感到很不滿 現在的不滿情緒 很嚴重 因為外資覺得 我們哪有時間去做生意 生意已經那麼差了 你這樣很明顯想打擊我們 彭博報導 有人私底下質疑 每個星期 花幾個小時研究習近平 這些 基本上 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用呢 在經濟增長持續落後之下 很多人擔心他們的生產率大受打擊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 專門研究中國銀行業政策的副教授 叫史維克多 表示 員工會浪費一個小時做其他工作 他們就等於沒有做好本職工作 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和制度中心 高級研究員 許成剛 對彭博表示 習近平一直很擔心中國資本主義發展 以及其他問題可能對他的政權構成威脅 當局首要是確保 沒有人能夠威脅政權和共產黨的領導 中共最新出爐7月的經濟數據顯示 經濟前景陷入 官方8月發布的數據 很嚴重 按美元計價 今年7月份中國出口同比下降14.5% 8月份的數字也是繼續下跌 其實 去年 以來同比的數據 即是今年 不論是6月份 7月份 8月份公佈的數據 都是比去年 同比下降超過10% 都是以雙位數字的跌幅 經濟放緩 很多時候那些民營企業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的民營企業 尤其是 去年被習近平打得很傷的教育培訓企業 高科技互聯網 螞蟻金服等等 那些其實全部都受到很大的打擊 今年勉強恢復一些 現在又要每天去開會 你想想 人家做生意爭分奪廟 一天睡覺的時間也不夠 人家要用那麼多時間去讀書 還有 現在還說要派 特派專員去辣間 去考他們 請人請窗也搞不定 你請窗回來 交了一份論文 人家看完這份論文之後 就要問你心得 你怎麼搞 你沒有那些書你怎麼看 你怎麼浪費時間去看 他自己習近平也看不明白 是不是 國企也說了 你現在吃共產黨的飯 出黃糧 今天習近平說甚麼 你當然會甘之餘疑的 現在連私人企業 現在連外資這些大學 高成 我是來做責任的 你叫我來學習近平 怎麼撐 所以 真的一定會趕走外資 一定會嚇怕 貝萊德 已經很後悔 高成大摩已經開始在唱對台戲了 再這樣下去 高管 我想那些鬼佬一定受不了 死了 鬼佬走了 留下中國人 留下中國代表 你們 紅二代 你們是 官二代 你們對習近平一定有感情 你們學習近平思想 我們 離開 也是我們走啦 把中國整個總部交給你們 遲早 中國的鬼佬全部都走了 因為誰會頂得上這些東西 你還要別人來 真是毒下去 根本 聽到聽 覺得很好笑 經過三年疫情 很多鬼佬 外國的銀行家 經濟家 企業家 商人 全部都走了 現在 又要他學習近平思想 又要他考試 又要他默書測驗 誰會繼續留在這個國家呢 所以我認為 這次 肯定 很嚴重 外資 是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想留在中國做生意 這麼難的 要考試 還慘過甚麼 這些環境怎麼生存下去呢 你不如跟他說 我不做你生意 走啦 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去一些不用學習習近平的地方 繼續做生意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拜拜 拜拜